关注我时间长的宝子们都知道 我对面部瑜伽呢还是小有研究的 其实面部瑜伽的原理啊 跟健身塑形是一样的 平时我们健身锻炼的是身上的肌肉 那我们的面部呢也有肌肉 一样可以通过运动锻炼面部的肌肉 来达到一个紧致的效果 那日常在做面部瑜伽的时候 配合使用有紧致抗老功效的面霜 能够让效果翻倍 像我最近用的这个呢 是娇兰新生级的第五代兰花面霜 它和市面上那种人工合成的 抗老面霜效果不一样 是通过直萃成分改善基底 新版的这个全新添加了流苏石湖兰 而且交来用的是全株兰花分子 萃取科技一整株的提取 能够让我们细胞里的长寿酶 充满活力 这种酶呢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新生 让我们的细胞活得更久 从而产生更多的胶原蛋白 这么一个抗老的效果 也就是说让咱们的细胞 自己主动去抗老 它的兰花香味真的太治愈 太放松了 它是这种因麒麟的质地 非常好推开 不会厚重 也不需要乳化 肤感真的非常好 一双涂到脸上之后呢 从下巴出发 一直向上推到耳根 再从鼻子两侧 向上推到太阳穴 往上到额头 下来再到苹果肌这里 这动作可以激活感官 为我们后续的提拉按摩 打好基础 接下来是一个反手的动作 像弹性一样 拨动皮肤 每侧20次 然后会用食指的侧边 从眉头开始向上 然后往外推 提拉额头 再向下向外 提拉眼下肌肤 重复这个动作15次 最后再用手掌贴合中的皮肤 然后向外侧提拉 重复这个动作10次 用完我真的想说啊 这个第五代兰花面霜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看我现在的皮肤状态 紧致饱满 而且润润亮亮的 咱就是说 一个婴儿肌的感觉 有没有 我用的这个呢 是经典款 对于换季皮肤产生的问题 敏感肌 还有干皮都很合适 年前有段时间 因为作息不规律 当时我的脸 整一个泛红大包豆 我就用这个面霜来厚敷 不到一周时间就恢复了 它还有适合油皮的轻盈款 基本上任何复制的需求 都是可以满足的 请你们可以放心冲 那今天的面部瑜伽 大家都学费了吗 好的说法 加上好的产品 才能够让我们的效果更优 全市大卡 不准偷懒 唯唯